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忏悔》里面的一尊古佛劝导大家多多做忏悔 礼佛《大忏悔》完一定好好念 真的不寻常 学佛念经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忏悔 这是不可少的步骤 尤其我们人间做错的事情 尤其我们人间做错事情的对不起 三个字 不要小看了这短短的一篇文章 其深意不可说而 大家要恭敬心念诵 哪怕有的时候忙了也要至少念一遍 这样才有个持续不要停 大家很多人为到底磕不磕头而执着 觉得我要是念一遍 我还得磕头一遍 你多累啊 其实你错了 磕头也是交业 是最好的忏悔方法 如果你做到不磕头 但是至少念念交业 也比不磕头 也不念经的人强 忏悔都需要真诚心 跟做人是一样的 今天你说你有错误了 你不承认你硬碰硬 到时候苦的就是你自己 礼佛大忏悔完是一个以柔克刚的经 非常的妙 非常的灵验 希望大家坚持念诵 还有在佛菩萨圣诞念诵礼佛的问题 这个好多人不懂 以为我念小房子 不是一样宵夜吗 中国菩萨圣诞日 可以说是加出来的吉祥的日子 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些好日子进行忏悔 忏悔今生的措施不要再犯 改过自己 那一天会消很多的夜 所以要抓住地狱 不放过